我是犯了鼻炎的海上老司机 他强专业后板力奖 是为一个求生于拉满的鉴赏up主 喘话说在开头 我想搞死散兵 和我想搞死散兵 没有冲突 我想冲死散兵 和我想冲死散兵 也没有冲突 如果你讨厌散兵无法下口 请直接插掉这个视频 请大家和谐开车 否则请自觉跳车 别逼我强行翻车 在本期合法正态散兵鉴赏开始之前 先提问各位屏幕前的鉴赏大师们 请问散兵身上最戳你插屁的是哪一扁呢 好了废话不多说 请各位老司机背好耳机 背好纸巾 系好安全带 我们准备发车 发型 散兵那看似乖巧的骑发 正如他那初见时阳光的伪装一般 那隐藏在阴影中的两缕异色发丝 及后颈那肆意生长的发尾 正如他那放肆而风口的内心 在表面可爱无害的小男孩 暴露本性的那一瞬间 你是更想被他欺负哭 还是把他欺负哭呢 无论是想象他的齐发因你而凌乱 还是想象那两缕前紫发丝 在你眼前来回晃动 那薄肯尖的发烧被汗水打湿 紧紧贴在泛红的肌肤之上 这一栋一劲的美景 就问你受得住吗 红眼影 红眼影是你忽悠的祖传差辟了 但从来没有一个角色的红眼影 会如此让我想要将他欺负哭 不同于其他角色的红眼影 散兵的眼影就像一抹落在眼角的枯痕 这诱人的红眼真的让人很想 睹上他那双大放厥词的嘴 看他被你欺负到眼角的红 变得更加艳丽的模样 就问你香不香香不香 脖子 隐隐绰绰的虫垂之上 那刻意的镂空 让他那洁白又敏感的脖子 无路可逃 让人忍不住想要将他绑起来 对着他的脖子吹起 欣赏这一片洁白逐渐被染红 看他色力内忍之下 煎熬难耐的样子 在这里我想采访一下各位绅士淑女们 你们是否感觉散兵明明遮得严严实实 但是看起来还是色气指数拉满 那是因为散兵浑身上下都诠释了 什么叫做遮与漏的艺术 这裤子两侧如同帷幕般的设计 在红与黑的对比间 在最鲜艳和最境遇的冲突间 将一前以后两面舞台的精彩展现在你面前 如果老色T需要考试 你会用美工 无疑是最好的老师 画起重点来睡清杠杠的 请大家把内行二字打在宫顷上 这像牙一般的结白 这不堪一卧的纤细 或许散兵没有腿环 就是在等待你亲手在他的腿上 压出一圈浅红的腿环吧 或许散兵没有脚环 就是在等你亲手为他戴上镣铐 逮捕实施惩罚吧 对于抖S而言 一边和散兵玩惩罚游戏 看他从刚开始凶狠漫漫 到逐渐无力挣扎 开始享受时 嘴上说着狠话 身体却很诚实 就连嘴硬也是带着哭腔的模样 难道不够愉悦吗 对于抖M而言 散兵穿着木鸡 一定是为了更好的脱钓吧 脱钓一定是为了更好的踩吧 此处建议搭配散兵恩怜服用 效果更显著 作为人偶 散兵不仅能有无与伦比的美貌 还拥有永远玩不坏的身体 无论是一夜七次 还是一夜七十次 散兵让你的幸福永无止境 曾经他是雷神的人偶 现在他能做你的玩偶 曾经你想当他的狗 现在你想让他当你的狗 越欠调教 越要调教 虽然散兵想搞死你 但你要知道 当年如果雷神不给他去名叫国奔 他的心态说不定就不会奔 相信你这么心软 是绝对不会搞死散兵的 只是让他下不来床这样子 不听话就卸掉一条腿 再不听话就再卸掉一条腿 不断在他耳边叫他裹崩 看他屈辱却又无可奈何的模样 这绝对不是老色批行为 这只是在替天行道 你们说 我说的对吗 我是剑赏大师板力将 长期更新提瓦特小哥哥小姐姐 剑赏系列 下期视频 板力将将带你剑赏雷神 欢迎关注哦 我们下期